上回说到周官王生王大人到了佟家村 在村公所落座吃茶 外边有官兵站着岗 老百姓人山人海离这庭院看着 因为不让过去 这老百姓都觉得新鲜 周官什么时候上这来过呀 大人传下话来了 来呀 传村政同意 同意赶紧进来 村政同意给大人请安 巴拉巴拉 同意呀 你们这个佟家村 佟家应该是大户 哎呦大人您圣明 一百四十三户人家 有九十九户姓铜 确实是大姓 哦 这村子里有个叫同怀的吗 同意一听 心说这老爷子连这村子都没离开过 周官大人打听他 哎 新新新事儿 难道说周官大人就为了他来的 啊 回禀大人 我村子里有一个同怀 是你的本家吗 是同族本家 他 他为人如何 大人 要是按辈分来讲 他是我一个叔父 老人家 为人忠厚 他的家业如何 家里都有什么人呢 回答人 我的叔父家属小康老夫妻俩一个亲侄子三口人过日子 也算得以温饮吧 哦 难道说 他膝下我儿吗 啊 有个儿子 可是在十几年前逃亡在外 我这叔父着急呀 天天想夜夜盼 就没盼回来 估计可能不在人世了 哦 他的儿子叫什么名字呀 单子一个字叫林 号叫海川 离家多少年了 算来有十六年了吧 当初同林 为什么离开父母 哦 现在同意明白了 周官啊 是为我兄弟同林同海川来的 难道说我这兄弟在外边 做了大官了 要不然 就闯下大祸了吧 不然的话 怎么能够涉及官府 劳动周官大人 来到我们同家这小小的村子呢 干脆 甭管是福是祸 我都告诉他 大人 您有所不知 同林从小就是个好孩子 和睦相礼 对父亲也很孝顺 他念了五年的书 又念了五年的把式 他十七岁那年呢 也是我们村子里有人 也不应该叫他去斗指牌 没想到他的父亲知道了 去找他 他不知道 他误伤老父 逃亡在外 到了现在 是一点阴信都没有 开始的时候呢 我们还贴过告白 四下找找 后来慢慢的 也就无人提起了 他父亲母亲 也是追悔莫及呀 哦 周官手里胡须 微微一笑 看来 同林的父亲母亲 又不老孕 同意一听 高兴极了 大人 难道说我的兄弟 同林做了官了 哎呀 不是不是 你是村政 你应该懂的呀 本官是近世出身 福臣换海二十多年 才位置周府 这个同林 又不是封江大吏 怎么能牢记本官 亲到同家村 告诉你吧 你这个书北兄弟 离家之后 到了深山 十五年 练成了惊人的武艺 他呀 现在在皇上老佛爷 最宠爱的 故山多罗 背了四皇子 拥亲王府 容认王府的教习 福尹大人 传世了 王爷有了口语了 告诉你 王爷对待同教习 亲如兄弟呀 同林风云际会 一步登天 这样吧 本官我准备好了 四包贵重的礼物 你呀 头钱带落 本官要步行到同教习 府上 拜望 哎呀 同一听 真是高兴极了 落得眼泪都下来了 想不到 同怀叔叔 窝窝窝窝窝窝 一辈子 有了这么一个 光宗耀祖的好儿子 虽然说周官大人这么说 让我带着人家步行 到同林家去 看望我的叔父 可是人家是周官大人呢 意思到了就行了 我可不敢劳动周官大人亲自前往 这同意挺会当才 大人 您虽然这么说 我也不能这么办 我呢 先替我兄弟同林一家谢谢您 小小的韩社 怎么能劳动周官大人前去呢 这样 我替大人见见我的叔父同怀 把您 殷切之意给转达清楚了 您的礼物呢 由小人我带送 您 还有什么吩咐吗 好啊 周官当然愿意了 虽然说 拥亲王府的教师爷 王爷有口语 但是终究 我是个周官啊 这同林又不是当了朝中的大官了 品级在我之上 所以 周官乐了 同意呀 你真会当差 怎么办吧 你到了同教席的家中 把事情讲清楚了 然后替我帮我 然后替我制议 告诉同怀你的叔叔把东西收拾好了 三天之后 有顺天府的官员带着本周的车辆来接他们一家人进京城享福 让他们父子 父子团圆 母子相聚 至于同家所留的田产呢 由你们本族管理就行了 好吧 大人 我这就去办 同意呢 就把周官送走了 然后带着礼物来到同海川的家 见到自己的叔叔神神就把事情说清楚了 一家三口是悲喜交加呀 这件事全村很快全都张张动了 都来给送行啊 谁不高兴啊 再说 同怀老人人缘又这么好 到了第三天 人马车辆全骑了 一家的上车啊 多荣耀啊 这老百姓掺着扶着 把这二老掺到车辆之上 同怀骑着马 就奔了北京了 同怀呢 是先到婉平 看见哥哥同林了 等到了中午 老两口子的车才到 同海川跪在父母面前是放声大哭 两位老人悲从中来 老母亲摸着儿子的头顶 儿啊 真想一场大梦啊 儿啊 你是怎么学的本事啊 海川可不敢说实话呀 要说自己受了那么多的苦 父亲母亲能不伤心吗 嗯 我在深山学艺十五年 还真没受什么罪 二位恩师拿我当亲儿子相待 同怀老人眼泪下来了 儿啊 起来吧 海川给父亲母亲磕完头 兄弟同怀把哥哥掺起来 然后海川 搀扶着母亲 同怀呢 搀扶着同怀 来到屋中 洗脸漱口 喝茶吃饭 一直到晚上都说不完的话呀 海川才把自己徐义的经过 以及怎么到的王府 怎么当的跟头 怎么容生和教师爷 详细的 秉明了二老双亲 可是 吃苦的事 是一句也没说 两位老人心中高兴 在院子当中 满斗坟乡 叩谢上仓墨佑 给王爷祝福吧 就这样 第二天全家登城了 过了小景大景 进了广安门 海川一看了巴的 王爷给的面子太大了 何吉何春 两位老爷 带着庄园处不少的人 在这等候迎接 海川跟董环 挨着个儿的给大家伙 作一道谢 何吉 就让着哈哈猪子们 给老夫妻献上茶水 献上点心 稍事休息了一会儿 上马的上马 上车的上车 穿大街 越小巷 奔王府 哎呀 王府阿斯门里边 人声喧哗 就连这厨师 王胖子 跟庚夫头 张老千 他们全都过来 敬献礼物 给二位老人磕头 给同龄道歉 海川是满面春风搭礼先婚 何老爷 一会儿我再去给王爷磕头道歉 海川陪着父亲母亲 到了自己的小府家中 一家人因祸得福 十几年 十几年的生死离别 而尽团圆了 王府的人过来 给温居贺喜的人太多了 送的东西也太多了 什么金银首饰啊 屏风筹帐啊 都是经常使用的东西 都很值钱 时间不大 何吉何老爷 带着几个人 抬着满桌的 风风盛上的酒席 来到同龄的家中 同教师 王爷会着课呢 晚上再来看看你 二老双亲 先送过一桌酒席来 给二位老人切封 同龄立刻作意呀 何老爷 我父亲母亲是什么样的人 怎么敢劳动 王爷问候 王爷赏着酒席 同龄就带父母 给王爷磕头 溃领了 然后跪地也真磕头啊 酒席放在屋中 何老爷回去禀报王爷 王爷 过了一个时辰 还真来了 给海川的父亲母亲请安 这一家子 一步登天受到如此的殊荣 感激灵体 海川带着兄弟给王爷磕头 王爷 可不让海川的父亲母亲 给自己磕头失礼 问了问家中的情况 问了问二位老人的身体 问问一路上 照顾的怎么样 二位老人家 头一次见王爷 可有点害怕呀 但是一一回答清楚了 王爷很高兴 二位老人 你们养了个好儿子呀 身通绝迹 不但救了我的命 还保护了我的王府 二位老人家 就在北京享福吧 想吃什么 想穿什么 想用什么 甭客气 让海川跟我说 我呢 就叫下人们去吧 海川呢 这几天 你陪陪父亲母亲 我呢 回去告诉他们一声 到时候啊 惊醒点也就行了 海川给王爷实礼 带着兄弟 把王爷送出去 王爷告辞 回归西府 海川呢 真在家里 陪着爹娘几天 然后到王府上班 见过王爷 道过谢了 王爷就问 海川呢 你这兄弟 董环 也不小了 他娶媳妇没有 王爷 我问了 在家的时候 我的父亲母亲 要给他娶媳妇 他不愿意 他偏说等我回来 不然的话 倘若娶个不贤良的 不是怕我父亲母亲 受委屈吗 不错不错 这门亲事交给我了 我呀 给他说个好媳妇 你俩说着话 就该吃中午饭了 就在这时候 外边 进了一个回时处的伙计 王爷就知道有事 什么事啊 回王爷的话 门外头来了三位客人 说是要找同教师 海川呢 听见没有 又是找你的 出去看看 要是武林中的侠义英雄 可想的 排进来 本觉也得跟他们见个面 是 海川跟这个下人 望出走 到了大门口这 一看在影壁前 站着三个人 东边这个人长得挺尊 二十多岁 中等的身材 细腰扎背 扇子面的身子骨 身上穿着是宝兰筹的长身 腰中系着丝带 白棉筹的裤子 白棉筹的汗摊 薄点窄要的靴子 长得是长圆的脸型 嘿 脸色好看 面似三月桃花红粉香肩 两道长眉 又黑又亮 眉长过目 一双尊眼 老戴着笑模样 鼻指口证 大耳垂轮 漆黑的一条大辫子 右手里提着一个蓝包 书中暗表 这个人姓韩叫韩宝 人称小粉蝶 好看 在当中间是个大哥 胸宽背后一身蓝 肋下佩戴一口金背鬼头刀 看面貌黑灿灿的脸堂 两道粗眉 一双大眼金睛叠爆 狮子鼻四字口 厚嘴唇 一对大薄片子耳朵 连边落塞的黑胡须 在塞边扎里扎沙 脚下穿的是 披死牛的豆包鞋 这个人姓赫叫赫报 人称陆地金娇 西边这个人 又高又大 清须须的脸台 墨子梅一双大还眼 眼珠的发绿 大嘴唇 青壶的唇 一条大辫子 穿的也是一身蓝 脚底是撒鞋 带着一口金背鬼头刀 身上呢 鞋背着一个包 书中暗表 这个人姓吴叫吴志广 人称闹海金敖 海川不认识这三个人 往前走了几步 双手一抱拳 满面带笑 三位老师父可好 在下拜见了 陆地金娇贺报 看着童林一摆手 别磕了 等你娶媳妇再磕 童林一听 这谁这么说话 请问三位找谁 找你们教师童林 我就是童林 你小子就是童林 好啊 踏破铁鞋 无迷处得来 全不费功夫 童林 你甭打算活了 哇 三个人拉兵人就要动手 海川可浪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陆地金娇贺报 小粉碟汉堡 还有这闹海金敖吴志广 为什么来找童林 为什么就这么横 为什么见面 说翻了就要动手 咱们前面说过 童林童海川在卧虎山学一十五年 奉 恩师之命下山 兴一门武术 没想到海川把师父给的三两岁银子丢了 没钱 只好到把市场的借钱 到了北双雄镇 掌打雷春 这个雷春 被同海川打的 把早上起的吃的饭全吐出来了 给了海川银子 海川走了之后 雷春的两个徒弟 流动跟韩庆就把师父掺起来了 溜了半天 雷春才缓过这口气 小徒弟端过树口水来 请雷春树手口 把吐出的东西打扫干净了 乡亲们全都进来了 因为雷春平时人缘可不错呀 这老百姓过来劝呢 雷师父 这乡亲人怎么这么不讲理 您让的他都不懂 结果您瞧 您吃亏了 您压好了身子 咱们找他去 乡亲们是维护雷春 可是雷春这人不说瞎话 中伟 你们不要替我雷春褶修脸了 我实在是打不过人家 众位 你们请各自恢复 我谢谢你们了 你们让我休息休息 大家伙全走了 刘董跟韩庆伺候师父 十几天 雷春的身体才恢复过来 刘董跟韩庆高兴了 师父您好了 您教我们练把是吧 哎呀 你们好糊涂啊 咱们的场子 被姓童的乙人踢了 我还能在这地方救吗 还能在北双雄镇混饭吃吗 去吧 把村政给我找来 刘董只好把本村的村政找来 雷春跟村政清了账目 弟子们一看 只好给师父磕头各自回家 雷春呢 就把这行李带好了 刘董跟韩庆把师父送出去 师徒三个人是洒泪而别 雷春上哪啊 雷春得回云南八卦联欢浦 因为雷春的师父是八卦联欢浦二寨主 胡亭胡言吧 找师父去吧 就这样 离开北双雄镇 一天一天的小型夜宿 鸡餐可饮 到了南盘江南岸金家渡口的金家酒店 这个金家酒店是八卦联欢浦的酒店 干什么 这哥俩往这一注 卖酒是假的 实际上是看着八卦联欢浦 专门送进 专门接触 这哥俩都姓金 一个是金钱报金融 一个是爱业花班报金量 这哥俩一看 雷春来了 赶紧把雷春接进去 彼此见面十里 咱们说不说废话 师兄啊 您怎么不在江西交场子呢 二位师弟啊 玉兄的场子被人家踢了 谁啊 哪路的人物 敢踢咱们哥们的场子 无名之辈啊 贤弟 不用问了 赶紧给我背船吧 好吧 雷春要进八卦联欢 请示拔被庄主 好给自己报仇 血汗